所以今天的话应该是第五次上课 然后上个礼拜第四次上课 那重点的话大概就是 我们其实一个礼拜大概就讲个两题吧 然后另外的话当然呢 每一题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题 请同学去练习 但不是每一题都有变化 不过我是希望说 每个功能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那我是觉得正常考试 它基本上就是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用那种文字的方式 问你会不会把这个功能给做出来 那做的话你不能乱做 一定要做完全是符合它要的那个动作 如果你做错就没分数 那如果做对大概相对给你 你应该合格分数是70分 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 就是如果你是考那个Vabel 1 就是实用级的话 那基本上呢就是考一二三类 然后各抽一题 那理论上的话呢 当然我们其实现在练习 一直到其中以前 希望看能不能把那一二三类 给全部做完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学校有一些奖励的办法 如果你们可以把那个正照拿到 那对各位来说 应该是有很大的那个加分 尤其是你将来要找工作的话 其实蛮有帮助的 那今天的话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一类已经完了 第一类上礼拜好像是讲那个电子股这个 OK 然后最近的话呢 股票好像有ETF 那个好像00940吧 现在可能因为台湾太多人都有 这个储蓄了 有一些钱 不知道去哪边投资 所以发现好像ETF好像还不错 所以很多分分都购买 而且还爆买 买太多了 那当然呢 有关那个投资理财方面 其实对大家来说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假设你不懂的投资理财 真的钱会越来越少 真的像通膨一下 发现好像钱变少 那上个礼拜的话 还有202 202的话呢 其实就计算那个什么标准体重 有关这个体重的怎么去分析 然后好像最后 我有时候把那个 就认得发表那个部分做一个复习 OK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那个 第204这一题 204 那它题目叫做什么呢 图书管理 那虽然呢 它分的等级是E 不过看起来好像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我发现 尤其是你对于那个所谓 或者是查询资料啦 或者是筛选啦 或者是说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太熟悉的同学 那应该这一题 我是觉得算起来还蛮难的 OK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一题的题目它有一个说明 图书图书顾名是一码 那它就说某大学 它做什么整理全校 所有系所申购的图书资料 那也就是说 这个可能应该是算图书馆里的人员 然后呢图书馆员想针对什么 各学院 特别是学院跟系所 然后呢 书名进行什么呢 筛选查询 也就是说 它要查这个书名 OK 然后呢 并需要显示目前所查询的那个 学院 别跟系所名称 所以它基本上是需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快速能够查询 系所 跟学院的一个筛选系统 而且是在Excel里面就可以把它完成 Excel里面有没有哪些功能 其实是可以做出筛选 其实是查询 筛选期就是查询的那个功能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先开启那个 我们的练习档 当然我们练习档的位置 是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并且开启那个 我们的204题的练习题 那打开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题目部分 题目部分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它的那个 第一列的话 总共有这些资料 总共应该到I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总共几笔Ctrl向下 总共的话是557-1 556笔资料 这些资料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就是它的什么 借购号 这个话应该是它的编号 不过编号好像有重复吧 然后呢 它的题应该是书名 然后作者是谁 书目编号 出版社 还有年份 这本书是出版年份 然后呢 类型可能有是图书的 另外除了图书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DVD 还有参考 还有什么其他的样 这个哦 总共有三种 那学院的话 有分成这些学院 然后还有什么呢 戏所 戏所分更多 那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快速找出哪个 学院的哪个戏所 他所推荐要买的书籍 那这个就蛮重要的 那当然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从什么 从这个上方 当然这个预设是没有 这个叫筛选 这个叫筛选 筛选功能的话 是在资料里面有一个叫筛选 当然预设状况呢 这个筛选是不会按下去的 也就是说呢 当筛选按下去之后 他这个地方会有个箭头 但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你就把筛选按一下 这个就取消掉 当然啊 题目好像预设就有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 比如说我要找中文系 推荐的书籍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箭头点一下 把全选打勾取消 留下什么 留下中文系的按确定 中文系的就出现了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资料就隐藏起来了 OK 不是不见哦 不是删掉了哦 他是暂时帮你隐藏起来 OK 如果你要恢复的话 很简单嘛 按一下 那这边不是有清除吗 他又恢复了 OK 那比如说你要找什么 找文学院的话 一样把全选打勾 文学院 确定 文学院就出来了 那其他的呢 这边要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在以色列里面 查询资料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应该就是这个功能 叫筛选 OK 所以哦 如果将来你要找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会所谓的筛选功能 如果你连筛选功能都不会的话 那很麻烦的 你可能要找的资料 其实基本上找不到 那可是这个筛选功能 如果你用系所跟学院 这个是比较固定的 那可是像什么比较不固定 像比如说书名 你说老师那书名 它不像学院跟系所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名称 学院那些嘛 它是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名称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我想要找关键字 比如说这个关键字的话 可能跟什么有关 可能跟女性有关 或者是什么 跟等等 比如说我想要找个关键字 那如果假设你要筛选 要找那个关键字的资料的话 很简单 那一样哦 这个箭头点下去 那如果你发现 这个栏位的名 它的资料里面基本上都放文字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就会出现 所谓的文字筛选 如果假设 这像这边这个应该是数字嘛 所以你会发现点下去 这边就叫数字筛选 那因为数字跟文字特性不同 比如说文字的话 其实其中如果你要找类似像 Google关键字的话 那其实哦 特别注意 你就点那个文字筛选里面 找一个 不是等于哦 等于是整个都要一模一样 那你只要什么 找到包含 包含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 你只要中间有那个关键字的话 它就会帮你找出来 那比如说要找什么 不过这个里面好像都简体字 所以打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打繁体字的话 可能会找不到 像如果你打中国 你这个中国应该就找不到 只会找 因为它 我不确定哦 应该它里面的那个 不一样 所以你包含的时候 那你就把关键字打在这里 比如说要找 应该找 女性应该是都一样 所以你打一个女性 比如说要把有女性的书籍 全部通通帮我留下来 其他的都帮我把它去掉的话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总共图书馆里面有 一二三四 那这些都有什么 女性的关键字出现了 特别是如果你假设 所以一样的道理 要做全文检索 很简单 其实在Excel里面 就是利用 包含这个功能 就是筛选里面的什么 筛选里面的包含 OK 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很简单 就清除掉就好了 它就恢复了 所以其实 在Excel里面要查资料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而且我发现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用资料库 因为资料库的话 当然你資料庞大 的话 用资料OK 但是如果你只是小量资料 大概就是一百万 blasting以内的资料 以Xcel来做应该是最简单 而且最方便 然后不用写任何 стро 程式 就可以 当你说老是 那我想要写个程式 写个VBA setting 在上面 能够让它更方便查询 它可以啊 只是说 就看你的需求到哪边 你就用哪一种工具 会比较恰当 這個當然是跟證照考試比較沒有關係 我剛好想到,所以我就特別講一下有關篩選功能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主要還是證照考試要我們做的 所以請各位待會稍微看一下這個題目 設計項目總共有這些題目 1.2.3,然後後面下一頁 下一頁就放在這邊,總共有三題 不過三題裡面有蠻多小題的 那這些題目的話請各位先看一下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看 他說圖書資料工作表 工作表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工作表是這個,特別是它有兩個 一個是圖書資料,一個是圖書資料,一個是簡號 其實不是這個,應該是這個 不要找錯了 然後要做什麼呢 他說要在第一列之前插入十列 然後呢,將儲存格的A11到H568 套用這個樣式,表格樣式 並且把表格的名稱重新命名 叫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那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再等於是第一列在這裡 第一列前面插入十欄 那怎麼樣插入欄?很簡單,選一列 然後按右鍵插入,它就一列了 但是它要十列 十列你說老師,那我不是按十下嗎? 第二列怎麼按右鍵,然後再... 沒有啦,這樣太笨了 OK,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你就乾脆把第一列到第十列選起來 按右鍵插入就可以了 它一次就十列了 OK,你選一個就一列 選兩個就兩列 OK,那你選十列 剛好就是它要的 OK,好,第一個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你看一下範圍 是不是A11 對,沒錯 然後到多少 Ctrl向右 Ctrl向右就移到最右邊 H,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話是不是568 對,568 所以實際上這個題目要我們做的就是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你不選沒關係啦 你游標只要放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套用表格樣式 中等深淺12這個 所以第一個,我們把游標Ctrl向右 Ctrl向上好了 我們就把游標放在A11上面 或者其他任何儲存格都可以 找到上方的常用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格式化為表格 OK 然後呢,這個格式化為表格 就是說它本來不是一個表格 那你要把它格式化成表格 不過啊,可能講這句話 很多人會講說 老師,那明明底下就是一個表格啊 你為什麼又要格式化為表格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翻譯其實翻譯的沒有很好 這個原始狀態的話 雖然它是一個表格啦 不過目前這個表格叫儲存格啦 儲存格 可是這個表格指的就是把它當資料表來用啊 所以喔,其實這個表格跟你現在看到的試算表的這個 叫儲存格喔 概念不同喔 OK 那你說表格多什麼東西 其實表格就多了資料表的概念喔 而且能夠讓它變漂亮一點 所以呢,我們就套用格式 你會找到中等深淺 中等有沒有看到 然後第12個的話應該是12嘛 12應該你會數過來 這邊幾個 7個嘛 8、9、10、11、12 12在這裡 應該這一個吧 你油表把它放上去應該就知道了 12應該這一個吧 OK,有沒有 表格樣式 中等深淺12嘛 那就這一個,把它點一下 這個時候呢 它會問你說你的範圍是不是A11到H568 對,沒錯 就剛剛我講那個 那我可以透過Ctrl向右 向下 向上 去移動看一下範圍對 那有沒有標題 所謂的標題就是它的第一列 是不是藍位名稱 應該沒錯 OK,那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它就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樣式 這個樣式直接套用上去 不過這看起來有點不好看 不過未來其實你們可以變一下 比如你不喜歡這個樣式 你再按一下 馬上改 有沒有 我們要的這一個 那另外你會發現它格式為表格之後 它的什麼呢 上面好像那個篩選會自動加上去 有沒有發現 如果假設你不想把篩選加上去 你就把篩選關掉就好了 它預設是一定要打開 為什麼 因為表格實際上 跟儲存格概念不同 它等於是 多了有點像資料查詢的主要功能 還要樣式變漂亮 其實看起來是 其實沒什麼不同 但是實際上 它基本概念不太一樣 那再來的話還有哪一個 它說 幫我格式化之後呢 那幫我把這個表格 這個資料表的名稱改成 叫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所以怎麼改它的名稱呢 一樣到表格設計這邊 其實就剛剛這邊 我是選這邊這個 然後如果你要修改它的名稱的話 請你往左邊看一下 最左邊 它的這個名稱的話呢 就根據這個題目 它要的 叫什麼呢 叫做 圖書資料管理表格 本來的表格有了 所以就把這個 圖書資料打上去 圖書資料管理 管理表格 把這個字打上去 把這個字打上去 就OK了 然後最後記得按Enter 才能把那個名稱做修改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你會想說 那上面為什麼控這個實列 待會它好像要我們做 那個什麼 插入那個所謂的 交叉分析篩選器 OK 最後還有一個 螢幕凍結 第1到第11 為什麼要1到11要凍結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往下捲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目前的 如果你在上面的時候 上面的欄位名稱 你看得到 可是如果你在往下捲動的時候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往下捲動之後呢 它的上面的欄位名稱 它就不見了 不過好像你會發現表格 它上面還是會顯示 看起來很像那個名稱 不過它要的其實就是說 我捲動的時候 我只要什麼 只要下面的資料變動 上面的資料不要變動 也就一直固定 有點像把上面第11列這個地方把它鎖起來 那怎麼鎖起來 最後請你選第12列 記得喔 選的那一列 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不會動的 然後找到 在這裡有一個叫做 叫 我更正一下 應該是在哪裡了 在檢視吧 對 檢視裡面 在檢視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叫凍結窗格 有沒有 凍結窗格這裡 然後你把那個凍結窗格的功能加上去 凍結窗格 然後的話 你把這個凍結窗格選起來之後的話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你把它捲動一下 有不要放第12列 然後往下捲動 你會發現 奇怪 捲的時候有沒有 第11列 上面的都不會變動 只有下面的變動而已 有沒有發現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那個什麼 那如果你要捲動上面 其實就沒辦法捲動了 好啦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